他会不会死了呀 不会 我是不会杀人的 他只不过受了内伤 死不了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你喜欢他 怎么可能 就长成他那样 早就被我们过了 老爷发出去种地了 你骗我 你喜欢他 你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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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我就是喜欢他 怎么了 你要长得他那样 我也喜欢你 你还会变呢 很好玩 太好玩了 你喜欢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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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能再变回去吗 能 太好玩了 喜欢吗 喜欢 你喜欢什么样我就能变成什么样 好 其实啊 我觉得你长得比他还好看 你看 你长得多好看啊 你 是吧 你看你这个头 长得 长得 糟 Entes 哪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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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够还剑的 你还在这玩呢 赶快找水去吧 惭愧 这家没你把英雄给救了 其实你一点都不用惭愧 他是个妖精 打不过妖精一点都不丢人 该死的陈楚琪 我饶不了你 这个小人可真好玩 这个鸡翅真好看 我以后要做鸡翅包中鸡翅 跟你一模一样的 我知道我长得好看 那也不用这样看着我吧 小琪姐姐 你不认识我了 小琪姐姐 我 你不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你 对 就是我 来 起来 你 你伤得很重吧 没事 活了二十多年 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要不要 我帮你一下 不用 小琪姐姐 你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 你不也认出我了吗 你跟我可不一样 那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一点都没变 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屁孩 你看现在 我可是让匈奴闻风丧胆的大将军了 是 是 是 你当时 还是个小孩 是吧 对了 我们赶紧走了 对 我们是该走了 不然他又要来抓我们了 走 进那马去 别起马了吧 你看我 我这五脏六腹 都快震碎了 你不是会飞吗 对 可是 今天不行 日子不对 这还分日子 我也得看今天刮什么风 下什么雨 要不 我能被他的抓 你既然飞不了 那咱们也别跑了 反正 跑得再快 也没有他飞得快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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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去哪儿 你慢着点 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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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行了 幸亏我也没有骑那匹马 那当然了 我都打了好几年招 可是他发现是匹空马 会不会回来抓我们的 会 他会朝相反的方向追 快走吧 往哪儿走 去追那匹马 他一定不会再朝那匹马的方向追了 要不然我背你 不用 没事 我背得动你 我就一张脸 刚才已经丢尽了 行了行了 你就别丢着你捏的 要你都追上来了你 你行 快点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 不许跟人家说你背过我 行了行了你快点 快点 快点 小鸡姐姐 你累了 我不累 我是装的 我装的 我装的 为什么装 我这不是学你们凡人 觉得好玩 好玩 我 小鸡姐姐 你 你对寻找乐趣的方式都那么与众不同 我 我 我这不是这么晚 头来都是别人背着我 我 我家人生比 第一次 背人呢 我 我 小鸡姐姐 附近 有没有更密一点的树林 啊 树林 你要找树林干什么呀 你想 他一会儿东奔西走的 一会儿肯定要在半空俯瞰我们 如果我们不想被发现呢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找一片庄家地 等到天黑了我们再走 第二呢 就是找一片密一点的树林 这样呢 他就看不见我们了 有道理啊 嗯 我知道前面倒是有个地方 我们去那吧 好 走 你还够沉呢 你啊 嗯 那么好的药林呢 上哪儿找去呢 小鸡姐姐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嗯 这个 不是那么久没见了嘛 唉 其实 我也想看你 可是我不好意思 哎 你娶亲了没有啊 我跟黄兽打过宝票 不灭了匈奴 我是不成家 啊 不灭了匈奴 你就不成家呀 嗯 哎 哎 那长这么俊有什么用啊 小鸡姐姐 你还跟当天一样 说话这么有趣啊 我 我当年 对啊 你还记得吗 嗯 当初我跟你说 我将来娶媳妇 也要娶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还傻乎乎的跟我说 娶媳妇是干嘛的呀 他 他也太傻了吧 谁啊 你 哦 对 对 是我 时间太久了 记不起来了 是啊 真一转眼 快二十年了 嗯 我不怕别人夸我好看啊 你说 你说我哪长得好看啊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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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上来 盼来了 别理他 接着说 接着说 大抵当前 你还能如此太人自若 要是在战场上 你一定是个好将军 别打场 快说 嗯 说什么呀 嗯 万一 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去不去啊 哎呀 上哪儿去找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呢 我 我这不是说万一有呢 去啊 嗯 不灭雄奴了 哪儿 如果真的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那 我就先跟他成亲 然后再去灭雄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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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嗯 在哪儿 在哪儿啊 就是我啊 哎 你自己当然跟你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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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有一个跟我长得不一样 但是既温柔又娴淑又漂亮的女孩子 你去不去啊 算了吧 你还是静一静再说吧 哎呀 我这儿还有这么多敌人没打完呢 我还忙着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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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月 快走 快走 开 goodbye 看来小七 在这个地方脱险了 嗯 小七已经知道他怕火的这个弱点 这个鞭子一定是魏晶的 也只有魏大将军这样的盖世英雄 才敢跟妖怪一较高下 我要去长安看看 飞月 如果这次救下小七 你打算 大姐说得对 我们好不容易 都归到了各自的道路上 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她现在已经是凡人 她应该过凡人一样的生活 她没有义务承担起 她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是我 即便是错 我也宁愿再错一次 白鹿仙子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说 如果你先找到小七 就把她的故事 告诉她 小七姐姐 我师父最近怎么样 你师父我哪知道 你们家飞月就是我师父 她还是你师父 当然了 她虽然没有亲手教过我 但是我这一身本事 一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 我用的兵法 就是她给我的 我的剑术 就是从她送给我的剑经里学来的 我的鞭法 是跟我舅舅学的 在剑术上 从来没有人能超过我 在鞭法上 只有一个人能打过我 那就是我舅舅 那 你的舅舅 他是 你不会真的把我给忘了吧 你不是小七 我怎么不是小七了 我的小七 生好几年了 真没法相信你不是小七 可是你这记性 也太伤人了吧 我都记得你 生好几年了 你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没忘 你的名字 一直挂在我嘴边 不是说不上来 你说急不急人 我这名字 这两年 没有人给你提过 我一直跟你师父住在仙女湖 他把尿烈为禁地了 所以这几年 我都没有怎么见过人了 我说呢 你还记得 我这名字是谁给我取的吗 时间太久了 我不记得 我师父给我取的呀 但是我浑身是病 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居病嘛 你也叫居病啊 可惜你不信祸 我凭什么不信祸 我都祸了十好几年了 我祸 我就信祸 我 我是祸居病 我舅舅是胃轻啊 你真的想不起来了 这药影子也太猛了 三公主带我去新医院 我带心去病啊 你去那里也没有用 对方是妖怪 你在这等消息吧 备宝 来 爹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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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了 小七她呀 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她没事啊 我抓了你父母 小七我就不信你不就万 该死的飞月 小七回来了没有 他没有呢 草叶大侠 草叶大侠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小七呀 郑掌柜 你放心吧 小七已经脱险了 真的 真的 只是那个地方 距离新语 又上百里远 他没那么快回来 草叶大侠 现在担心的是 小七逃走了 他们会抓你当人质 逼小七出来 那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是啊 别担心 剑子 你先送他们到新女户躲一躲 我在这里等 芸汐 快 扶你别起来 快快快 我们走了 好 来 飞月 来 三公主的话 你考虑的怎么样 飞月 老三是不是把你们以前的事情告诉小七了呀 还没有 太好了 飞月 这对小七的将来非常重要 你别瞒着我们 飞月 白鲁仙子 先送他们去见女户吧 好吧 小七姐姐 咱们为什么不躲到那边的山里去了 你看 这么多火 不是招他来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妖精怕火 我们点起这么多火 妖精就不敢靠近我们了 但是不高兴和我三姐看到了 就回来救我们了 小七姐 你看 小七姐 小七姐 今晚的月亮 好美啊 是啊 别总偷看你师父的月亮 这怎么成她的月亮了 当然是了 是我送给她的 她总是喜欢哭 我想哄她高兴 就把这半个月亮送给她了 你还真会送离 其实我也想把另一半送给你 真的 但是我想 怕有人说你收受贿赂 所以我还是自己留着 非逼着我翻天条 你看你们样子 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 干嘛你 谁让你把我倒露到一边去的 小七姐姐 请自重 我说你还挺倔的 你不喜欢我了 小七姐姐对霍去病有救命之恩 去病心里一直万分感激 但是姐姐要是那种水性洋花的人 去病即刻就禀报师父 水性洋花 你太水性洋花了你 我就不信 柴火烧完了你埋不出来 真是你师父的好徒弟 我也不生气 我问你 如果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小七姐姐 你不都小七十好几年了吗 是 我是小七了十好几年了 那你那个小七姐姐 小七多少年了 对啊 你是神仙 你何止十好几年呢 是啊 所以我是小七 但不是你的小七姐姐 我本来想啊 既然我跟他们家一些女长得一样 连名字都一样 我也叫小七啊 索性我就豁出去了 我成全他算了 管他心里爱谁呢 可是 你不知道 他不领情 他心里 只有他那个小七 你怎么跟他长得那么像呢 算我倒霉呗 你知道吗 他在心里干的所有的坏事 现在都算在我头上了 现在 我连想要嫁人都有人拦着 哎呀 怎么办呢 你就那么想嫁人啊 不是我想嫁人 是我爹 啊 哦 不不不不 我爹是想把我嫁出去 哎 为此他都生了重病 来看他的郎中说了 这个病能治的 但是 药引子很难找 哎 什么药引子 这个药引子 就是我和我姐姐的喜酒 哦 哼 你白天说我的话 当真吗 什么话 你得想想啊 万一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去不去啊 如果真的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先跟他成亲 然后再去灭匈奴 哦 我 我 我 哎呀 你说 你说 如果你找到一个和你小七姐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就 你就 你就会 哎呀 嘴怎么这么笨呢 我的嘴从来没有这么笨过 我 你还不好意思 你个不要脸的你 你看你一样 我 你别嗡嗡啊 你又不是苍蝇 哎 那这样吧 我去查查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我就 哎 那你就怎么样 怎么样 你说呀 说 哎 我 哎呀 哎呀 又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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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要隐的 我才是要隐的 哎 哎 你害羞啊 脸都疯了你 哈哈哈 你真好玩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好玩了你 你还好意思笑话我啊 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 嘿嘿 谁说我那样了 我从来都不那样 嘿嘿 哪像你了 嘿嘿 哎 嗯 如果 要是有可能的话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师父 他不会答应的 哎呀 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 介不介意 他心里爱的是以前那个小妻 嗯 能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已经很好了 人也不能太贪心吧 嗯 嘿嘿 好 我 回去找找他 你能说中他 我试试呗 嘿嘿 哎呀 你要是能说中他啊 嘿 我亲娘都从坟里塌出来 给你磕头了 嘿嘿 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吧 homo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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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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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e 半月 去吧 哎呀,看看 怎么样 我没了吧,排烧什么呀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招了 咱们现在只能使劲对他笑 讲章有章 你 进来 你要是进来 我就把你的屁股烧爆烟 脸抬扁 这回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只能死在这里了 是啊 你俩就美了 你俩就笑 再笑我也不会向你们当 他说他不会上我们的邓了 邓子元 进来 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他叫邓子元 你说什么 这么难听的名字 是谁给他挤的 谁知道 又生气了 我气死你 又本事来打我 来 我就站在这儿 过来打我 打我 我敢打你 我还有打你 我一吹 你就十万八千里了你 你就吹 本爹 我吹 对 我还等什么 我现在就吹 本爹 他给他吓的 你 你还不吓我 我才不会上你们当 有本事你俩出来 你进来 你俩出来 你俩出来 你 你俩出来 你进来 你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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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来 我进过了 别人 舅舅 你舅舅 没进来将军 贵大将军 你那根鞭子怎么见火就着 鞭子进过油了 该死的魏青 该死的魏青 我饶不了你 小青 你没事吧 你这个保护神 怎么到现在才出现 三姐 快带我们走吧 我带不了这么多人 你们也认识 那你先把他带走 好 不行不行 他受伤了 你带他走吧 那我到底带谁 你们再让就来不及了 一起走 好 这胆子也太大了 陛下 以魏青的性格 他绝不会轻易违抗赵令 私自出城 他既然已经走了 那就说明 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来不及秉奏陛下 行了 你不用替他说话 当初 当初江冲告他 和宫女私通的时候 连朕都在帮他说话 可是 这三番几次 那 就不是偶然了 陛下不必动 陛下 这些年来 一直重用霍大将军 魏大将军有些怨气 那也是正常的 朕就是要杀杀他的怨气 将军 将冲 把天牢 留一件给魏青 朕就不信 家里关不住他 这天牢还关不住他吗 陈遵旨 陈遵旨 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看得过我 来找他们 只可惜 我们一直待在屋里等谭木青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找他们 他们已经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走 陛下 宫外有个叫七雕猎的人 非要求见陛下 七雕猎 没规矩 朕是他想见就能见的吗 他要见朕干什么 他说 他知道魏青去了新渔 票级将军在新渔遇险 魏青将军来不及禀报陛下 留下话来之后 就急匆匆赶往新渔去解救霍去病了 朕让去病去新渔 那是想摸摸他的性子 他魏青到迫不及待地跟了去 但凡有替魏青说话的 朕一律不见 朕 朕 好了 你感觉一下怎么样 好了 一点都不疼了 谢谢三姐姐 三姐姐 来 我问你件事 现在这个小妻 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仙 现在是个凡人 那这么说 她不是我师父飞跃的妻子 小妻 三姐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说 想让我修仙 要我成为你们的妹妹 我觉得 你们还是另外找一个人吧 说不定能找到一个和你们的妹妹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我觉得她肯定愿意当神仙的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小妻 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 不一定非要当神仙 你是三姐吗 我 我 我当然是 你们别误会 这可不像我三姐说的话 小妻 你怎么看出来她不是三姐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三姐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能留下一切 跟你们去做神仙 我有我爹 我姐 还有后娘 虽然后娘也不是什么好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 即使你和她 小妻 师父 不高兴 小妻 师父 弟子拜见师父 快快请起 这位是 我是获取病啊 霍大将军 您可别叫我霍大将军 叫我屈病 我这个名字 还是您给取的 虽然我当年说过 你将来必有成就 但是没有想到你小小年纪 成就竟如此非凡 还是多亏了师父那两本书啊 你为什么叫我师父 屈病这一身本事 都来自飞月兄 当年送给他的那两本书 你当然就是他的师父了 我算不到是你师父 屈病 从此之后 也不要向任何人说 我是你师父 为什么 若为小人利用 恐于你不利 你和卫岛将军 是大汉朝的半米江山 若是为了这点小事 失去兵权的话 那岂不是让 亲者痛 仇者快乐吗 非岳兄说得是啊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师父这个头衔 我担当不起 那好 那我以后 不当着别人叫你师父行吧 魏大将军 和大将军一别 快二十年了 是啊 魏清一直忙于军武 都没有时间来新鱼探望非岳兄 还请见谅 师父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好 小心一会儿再说 三公主 你跟我来一下 师父 你能去小七做妻子吗 大公主和二公主 不希望非岳和小七 破镜重圆 我二姐也下来了 嗯 我觉得 小七知不知道 以前的事情不重要 就算她知道了 非岳不接受 也是没有用的